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实际上没读下去 关键是因为他要学拉丁语 我是德语还没那么顺 拉丁语更不谈了 后来我就换了 所以说本来要聊聊你的忙警 到今天还在发声 但是你们两位今天碰到了一个话题 我们得谈谈了 吴建民 咱们的外交家 我就觉得有时候人是不是有些很神秘的东西 比方说我就见着他 他刚从吴歌窟来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天徐克导演跟我讲 他每年都要去吴歌窟 结果他刚才才告诉我 他是志取维虎山的编剧 志取维虎山的导演是徐克 为什么我就瞎想 我说吴建民 你知道我们节目 今天我们小编 一直就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已经决定 要请他到枪枪三人行来 只是需要再给他发个邀请函 结果我们小编辑 莫名其妙的老师就说 说邀请函怎么还没写出来 邀请函还没写出来 结果就在几天前 就出车祸了 我离开武汉 他去武汉 咱们错过 而且他去的那个大学 武汉大学是我的母校 你看看 所以有时候这个迷迷之中 说不清 而且就在今年年初 我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活动上 在台上跟吴建民先生有对话 这就是刚刚恍如昨日 你说就以这么一种忽然而来 呼啸而去的方式 就是这种方式告别人是虽然很惨 但是呢 反倒在历史上 他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人物了 这个有的时候 他的离世 现在好像引发了很多的议论 是吧 因为不管不仅仅是对外交层面的 以及人身安全 包括对生命的尊重 其实你看这种事情 一下呢 对国人来说 当然了我们吴先生去世 这么一个悲惨的这种车祸去世 是对大家是觉得特别惋惜 但是实际上这个事件本身又引发了很多的话题 你感兴趣的是什么 我是觉得呢 当然我这两方面都很感兴趣 我是因为我在国外待呢 我待了15年 在德国 我在德国完全是已经非常习惯 扎保险带 我回国的时候 在出租车上 我都要扎保险带 有的时候 下了出租车的时候 我那个衣服上就一层灰 尤其是后边的保险带是不用的 一扎完了 我这好 就给印上了 但尽管如此呢 我是觉得这个设施呢 国人不太爱用 实际上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 不但不爱用 而且国内还生产了一种东西 卡在那个口里 以便欺骗汽车 我可以不用汽车 还不会报警 是是是 自欺欺人 对 每次我拔掉 司机都觉得很受 很受侮辱的说 没事 我开车安全 我说不是那个问题 我说我不太习惯这种前后摇晃了 而且你看这个聊的这个方向啊 这简直是 甚至于你看 有的人就聊 飞机晚点 要是国内这个航班 对吧 老是这么晚点 这本人这个 他要是不晚点 没准那司机也没那么困 是吧 没准这个这个 呃 吴老师也不至于遭此这个噩耗 甚至于我看网上连阴谋论都出来了 是 有些人把这个图片找出来 就说技术谋杀 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这个这个逝者的一种不太尊敬吧 在在在没有或者说对于这个出肇事司机来说哈也是太大的压力了啊 的确因为现在因为是一个处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啊 自媒体时代实际上这个时代我是经历过因为比如在当时在文革时期 呃 当然没有是宣传工具 但是每个城市的广场有各个各个角落 就不同的人发表自己的看法 小道消息 对于自己的看法 甚至有的人笨嘴作舌的情况下 听完之后回去很气愤 没插上话 回去就拿一张纸 就开始写小字报 就贴在那儿 完了这个反驳人一看你写了 我也写一个 我也给你贴上 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会引起不同的话题 但我是觉得引起这种话题是一个好事 对少有一很多的人对生命的尊重 以及对我们将来 我们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话题 尊重自己生命 坐车的时候扎了保险带 所以啊 这个最接近的感受啊 咱们还不如啊 他们找了一个国外的关于这个防止车祸的这么一个宣传片 我觉得呢 我们也可以借此啊 这个给大家传递一下 昨年249人死了在我们的路上 这是有多多小心啊 当然呢 这个这个我吴建民老师他引起的这个争论呢 他直接跟一些特别敏感的事情有关 我就发现 你看比方说 呃 有的报道就是讲 环球时报的胡锡进 还有解放军的这个罗元少将 也都表达了自己的这个调研之情 所以就我说这都有关系 这个呃 吴建民呢 曾经在我们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里 跟这个罗元少将哈 发生过一些个讨论 或者说争辩辩论 哎 结果呢 你知道这个事啊 都是环环相扣 呃 比如说呃 大家所议论的就是环球时报的这个主编胡锡进 呃 对于这个吴建民的一个讲话的回应 当时是吴建民在外交学院 说是有一个主题演讲 但是人家后来讲呢 其实那也不不像一个主题演讲 那更像是一个内部的这么一个聊天 里边呢 也提到了他跟罗元 当年比如说这个关于战争啊 关于和平发生的一些个辩论 甚至在那次讲话里 他也提到就是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 哎 可能他有一个印象 就说哎 总是这个登一些个这种哈 好像要打一仗啊 感觉是这种激进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的东西 所以到后来又引起环球时报的这个胡锡进 跟他又好像又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意见 我不知道曹老师有没有注意到这些 这么细的没注意到 但是我注意到你说到一种民族主义 我觉得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从我刚刚回来没多久 从在国外的角度来看 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 有些处在我对吴建民先生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关注过他一些我比较欣赏他有些观点 就是中国必须多了解外国的说话方式 话语方式 无论你有多大的情绪 但是你的表述的时候 你要理解对方接受的能力和可能性 因为外交实际就是一种语言的语言的战争 你要把你的观点说出去 别人听不懂你的话 别人完全理解错了 无论你是要战还是要和 理解错了就会产生外交事故 所以我觉得他的观点就是要多了解 我想到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朋友 他原来是卡特总统 美国卡特总统 李宾斯的工作人员 而且还比较主要 邓小平访问美国 他全程陪同 菜单一切由他全部亲手设计 他自己很得意 邓小平回国的路上 送他到飞机场的路上 他问邓先生 这次的安排你还满意吗 邓小平说 我就觉得回答得非常妙 说 我以为到美国能吃点牛排 年轻时候在法国想吃吃不起 这次终于到了美国 出国了到美国 你们一路给我安排吃中产 这位李宾斯的女士叫Kid 后来跟我说 哎呀好遗憾 我真希望他再来 可是他又不在了 我下次一定给他准备牛排 这里面是几个问题 邓小平是真的想吃牛排 还是一种外交辞令 知道这位Kid 这个李宾斯的是个德州人 是牛仔的故乡 是一种外交手段 是一种拉近关系的手法 我觉得无论他是什么方法 非常高 说的大家从美国 从接他到送他 心里非常舒服 而且多少年之后还告诉我 哎呀我做的不好 言下之意 这老爷子真让我舒服 这是这是外交高手 所以他懂他真懂人家 所以这个吴建民呢 也有人说啊 好像这个常常包扬邓小平 这个引经据典经常是讲 就是哎 这当年邓小平 有一次在国际场合讲话 他我当时就在旁边听着 说这个邓小平 当时亲口就是讲 中国永远不称霸 那意思啊 原话我记不清了啊 就是假如有一天 说中国人呢 这个这个 你发现他要是耀武扬威 在国际上是欺负别人 对吧 那么我会联合全世界人民 包括中国人民 反对这样的中国人 他说这个吴建民 曾经也用过这种话 所以吴建民其实呢 在这个网上啊 也被一部分人呢 他相当招骂 这个咱们广告后可以聊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吴建民先生啊 他被认为 其实他自己认为 没有什么鸽派和鹰派 但是他当然一直被认为 是鸽派的代表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啊 因为你们两位正是在国外 有长期生活经验的人 当然你比如说 吴建民人家这个觉悟高 正是觉悟高啊 但是我有时候有一个 奇怪的一个瞎想 我就想起你看 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 他是在住法国大使多年嘛 我就觉得像我这种革命觉悟 比较薄弱的人 我当时在巴黎 哪都没去 就待了两个星期 我就在巴黎 我有时候会想 我说如果我在这住上个几年 住上个十几年 你知道吗 就哪怕我原来 不管是什么主义 什么思想 你说即便是一个外交官 他会不会耳濡目染啊 这家伙这种所谓自由平等 博爱的这种欧洲气味 就像你们都在德国生活过 对吧 就是可能原来在祖国的时候呢 比如我从小受到的教育 那都是革命啊 对对对 这美帝国主义啊 对吧 这个什么什么世界形式是是敌我的 对吗 可是我像我所以说 我就觉悟低的 我当上巴黎 我真的觉得 哎呦 艺术啊 人人平等啊 自由啊 大家不是敌人啊 为什么要打仗啊 等等 你你觉得会不会熏燃你 会会会 尤其是在柏林 我那个时候去柏林是87年 那时候柏林前还在 就是柏林 西柏林整个被东德包围着 德国呢 因为有一个特殊的 为了保住西柏林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在这生活 因为被包围着嘛 所以他有一个法令 就是说 凡是青年人在西柏林 待的青年人不服兵役 这造成了很多德国的左派 自由派 是不愿意服兵役的人 就来西柏林上大学 所以西柏林变成德国绿党的大本营 就是很左 大家是希望世界和平共处的 也是最没有 不像德国其他 西纳粹最少的地方 所以在那你会受到 受到很多的熏燃 你慢慢自己以前认为 很正确的东西 就开始怀疑了 慢慢以为很错的东西 你会觉得它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 曹老师说的非常重要 是沟通 尤其是外交 纵观中国的历史 跟西方的这种历史 包括第一次英国代表团来 其实 更重要的 为什么几次没有谈成 不是别的 是因为沟通出问题了 就变成机队压奖 这边呢 是是这个意思 那边理解成这个意思 而且特别逗的时候 第一次代表团 他们带的中国人翻译 在这些人呢 是从小被到国外了 学了语言之后 他们带了翻译回来 一进中国之后 这些翻译全跑了 全部跑了 是这个翻译教 在一路上 因为欧洲到这很远 大概漂了一年 教了一个小孩 他在那磕磕巴巴沟通 这个你想 一个大国之间 这个一沟通错了 呛起来了 谁也不让 就造成了一个敌对的状态 当时还有一个 你这说的非常对 就是沟通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英国人的航海术 称霸世界在那个时候 他认为我能到你门前 是我能炫耀我的 我的高明之处 我是来炫耀了 你应该加到欢迎 中国反过来 你到我门前 是万朝来拜 于是他要他拜 那个是你要来欢迎 两者就呛在这 你看有好多记录 有一本书叫 怀柔远人 就谈的这个问题 就是乾隆 究竟有没有犯错误 最后发现 两边都没犯错误 就是这个沟通的问题 话没说通 英国人说 我多能耐 我那么远 跑到你这 你不跪下来 给我欢迎 你至少也得拥抱我 至少得加到欢迎 千龙你来拜吗 你还不给我磕头 最后说是单膝 是不是有一个折衷 协商了很久 单膝 但是呢 他们的带回英国的回报 回报材料 全是否定的 以便为了跟英国国王交代 为什么没谈成 就把中国写得很不好 特别挑了不好的东西去回报 这个国家 他由于这个原因 那个原因 不但不值得我们交往 而且也是他们的原因 造成了我们这次外交的势力 他把责任都推到中国头上 但是今天呢 我看到最难受的是什么呢 有些人就把他们的英文汇报 拿过来说 英国人18世纪就看透了 中国不是个好东西 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是人家为了回去交差 所以加油添醋 写得横了点 你们就在外国 比如说这个 我觉得吴建民呢 他这个经常跟这个 一些不同观点的人 发生的争论呢 好像就聚焦在说 外国 美国 或者说这个西方 对中国的敌意究竟是怎么回事 比方说 我记得吴建民就曾经说 他说你得了解 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 就说他们这种国家 是有各种各样想法的人 各种各样观点的这个人 而且呢 比如说他的典型观点 就是我觉得 这个吴建民倒是 把我都给惊召了一下 因为呢 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 我还以为民族主义 是个褒义词啊 后来我以为 就我小时候受到教育 就是说除非 我们说他负面的时候 我们会加上极端俩字 极端民族主义 但是我看吴建民的 都讲话当中 他就直接认为 就是说民族主义 和民粹主义 是有问题的 对 我们应该反对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简单来说 他就是说 我们应该讲爱国主义 和国际主义 他认为民族主义 是什么 民族主义就是说 第一爱自己的国家 这没错 但是第二排斥他人 这不对 但民族主义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民族是 并不是国家 尤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样一个国家 哪个民族 你爱哪个民族 你是汉族 还是汉满盟回 56个民族 这就复杂了 甚至他讲啊 就是说 人类道义的这个制高点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中国 外交家呀 他到最后提出的是 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 你不光 你就说 甚至我见到他有这样的话 就是说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平常都是这么说 他但是说 中国利益和人类利益呢 哪个更高呢 其实在这个时候 他因为 吴大使呢 他走的国家多 在国外待的时间长 就比较深入的了解 当地的民情 以及一些主流和非主流的一些想法 那就是以我为例 我在德国待了14年多 将近15年 那么慢慢你就会很深入的了解他们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想的东西呢 就不仅仅是德国或者中国了 就是还会站在另外一个高度上 或者一个角度上 看待某些冲突 这些冲突实际上 更多呢 可能就是人类的灾难 因为 哪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 都会从历史长河上都发生过 很多很多的 不应该发生的灾难 而是 正是这些灾难的背后 都有很多的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做推手 使得这个东西 本来不应该计划的东西 话不投居 就两个民族或者两个集团 就开始对家 造成了世界上很多的一个灾难 我是觉得 包括中国也是一样 因为很多的时候 一简单的讲 我们对外或者是外国 一定要灭 灭过中华 这心不死 但是你真正在国外 待的很多地方 我比如说我到德国 很多人见中国人觉得 就特别 比如说你们的文明太厉害了 你们都那么发达了 我们还在树上 他就意思说 我们还是猴子呢 你们也就那么厉害了 他也有这个心情 但同时他可能到中国看到某些现象 他又觉得有些问题 那实际上 世界是复杂的 那么包括每个民族 或者每个国家 或者每个地域的人 他的想法都是复杂的 应该我是 我赞同 我大使那种 说法就是应该多加强沟通 同时要用 能 别人能理解的语言 而不能自说自话 就变成机对压奖 那么他对 就会引起冲突 咱们这样 这个没能邀请他 来到咱们这个枪枪啊 那么我们就用他这个生前的一段讲话 也代表筹了我们的这个心愿 听听吴大使的话 战争不解决问题了 我觉得今天中国人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这一条 我们大发展是因为顺应了历史潮流 时代潮流 第二 出现了和平发展合作供应的潮流 我们是这个潮流第一部分 我们在壮大这个潮流 同时我们也看到 旧的潮流一战 冷战对抗仇恨 冲着着潮流巨战 所以中国人 也要有准备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入 我们当然要有强大的国防 军队当然得准备打仗 全世界军队都要准备打仗 可是我们中央的方阵非常清楚 就是已经建成为中心 改革开放 我觉得他那个防人之心不可无 害人之心不可有 说的太好了 我自己在美国的经验 我和很多汉学界的大腕们接触比较多 我的老师当中 大腕汉学界老师 可以说有些都是参与美国政府智囊团的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他不在了 已经过世了 他就是克林顿智囊团的 也有的就是其他参与各种各样 就是提供咨询服务的 对 这些汉学家 有的人就说 我生来就是和共产党作对的 我听了觉得很可怕 无论中国怎么样 他就是带有一种有色眼镜 他说我就没去过中国 我说老师什么时候 你什么最后 最近什么时候去中国了吗 我从来不去 我不愿意去 有的就说 中国是唯一能够和美国对抗的国家 我特别希望中国强起来 你们好好干 你们好好念书 就在同一个大学里 完全不同的老师 完全不同的态度 所以他说的太对了 就一定有冷战思维的人 也一定有特别国际主义 或者特别人道 他就觉得中美 他也看到美国很不好的方面 他觉得中国很可能 就是唯一能够制约美国的地方 所以这样的教授有的是 所以美国不是铁板银块 我特别赞同 我大师的这个观点 他就是讲 就是说 邓小平也这么说 和平与发展 取代革命与战争 那是上一个年代的思维 但是我觉得在咱们国家呀 有一种很强烈的声音 而且这种声音 往往说起来还特理直气壮 就是骂这个吴建民的 有时候 我不好裁判 比如说 有人讲这个 有时候 中国打一场战争 换来三十年的机遇 换来三十年的和平 有时候 对于某些利益 是吧 要靠这个这个 箭与火来做后盾 要敢于一战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事 这个可能我是觉得 跟中国的百年屈辱史有关系 因为我们一近几百年来 就是尤其是清末啊 到现在的我们这个屈辱啊 一直是被侵略的 所以这种屈辱史会带 带动我们整个的文化中 包含着这种 碑的这种成分 大家希望就用来这个 来强大我们自己的人格 国格 他们有这种东西 您怎么看 我想中国历史上 很多例子叫不战而胜 是不是 根本不需要郭子怡啦 历史上很多故事 就不需要战争 好话好说 坏话也好说 我可能几句话 一个说客 一个幕僚 一个门客 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 避免了多少战争 避免了多少杀戮 完全可以达到目 我苏勤张仪 是吧 故事 最好的 それ就会 免费